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有慧眼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慧眼的股票 好 今天台股繼續跌 還沒結束 那我們看來 今年2月22號 好 我告訴你台股要起跌 好 我也拿台積電給各位看 台積電也正式要起跌 1月22號 都講得很清楚 好 我們看電腦來 1月22號大盤在這裡 我告訴你大盤要起跌 現在大盤在這裡 好 台積電一樣1月22號 然後2月22號告訴你 都沒有改變 2月22號 大盤也是 2月22號 好 那台積電2月22號告訴你要起跌 當時多少 627 現在今天495 看到喔 好 再來再看 然後呢 你們不相信 好 6月10號上上禮拜一 又告訴你 你不跑 你不跑喔 這裡是16811 這裡是560的台積電 結果當然啦 在這裡提醒各位 不對了 你不跑 我說任何反彈 任 只要是空頭 任何反彈人家都要跑 你不跑喔 好 任何反彈 人家都要跑 你不跑喔 好 不跑下來 建議在這個位置 看不太做 不要想去搶短啦 因為我看 有的時候我去看其他的投資節目 或是聽廣播 那我現在才發現 投資人為什麼會輸 你為什麼會輸 如果你 你什麼都不要去想 你只要想一條線 我說你只要想一條線 這叫多空線就好 不對就出嘛 好 你想搶 你搶 不對再出嘛 你想搶 搶不對再出嘛 不對再出啊 對不對 你要搶喔 好 搶啊 那不對出啊 你就避開這段嘛 你要搶 搶啊 不對出嘛 你要搶 搶啊 不對出嘛 就算你這裡賠一點賠一點賠一點 最少不會傷到你的筋骨啦 不會傷到你的本啦 小錢輸沒關係啦 那為什麼投資人會輸 為什麼 你沒有去想什麼原因嗎 我說同樣做台積電喔 同樣一檔台積電 有人可以 去老闆賺好幾番啊 賺好幾倍 可是真的有人會欠家蕩產 不用說其他股票啊 那為什麼會輸 譬如說航運股好了 我就我喜歡拿航運股喔 各位 萬海這裡205 這裡呢 119萬海啊 這不是只有萬海喔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說我沒有看過基本面 有這麼好的股票 它叫航運股 基本面真的很好啊 來 基本面本利比只有2.47倍啊 2.47倍本利比啊 所以投資人會輸 輸在哪裡 你是在做股票 你不是歷史學家 你不是在考股 大部分人會輸 是因為你聽投過老師的 考股學啦 幫你上歷史課 所以你認為歷史是這樣子 未來呢 未來他其實也不知道 他用歷史來跟你收會員 什麼叫歷史 你看得到的叫歷史嘛 他叫歷史 你看得到的啊 所以 我說我不知道是 我常常講 不知道是你的命 還是你喜歡買的覺得很安全 哇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好 你長給我看啊 好 那我回到重點好了 那書總要講辦法要回來吧 但是如果你還是停留在 看歷史做股票 那你永遠不會回來 永遠不會回來 好 我們給各位看 來 我們來看 好 這個叫什麼 豆球嘛 創新低對不對 看到喔 也是今年的圖啦 創新低 好 這什麼 NASDA也是創新低 這什麼 會成半導體也是創新低 這是S&P500也創新低嘛 就今年以來都新低啊 那我請問你好了 什麼股票都超新低 那怎麼回來 要怎麼回來 好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來 其實這檔股票 我三不五十都拿起來看了 好 我們先看這一張好了 我有沒有講過 西雅圖遺傳學 我只要拿這一張 西雅圖遺傳學 西梗 我都放在這裡 都放在這裡 你只要看過我拿過這一張 這一張我三不五十就拿出來給你看 西梗 西雅圖遺傳學 好 我們看西雅圖遺傳學 來 這是它今年 也是你看到圖都一樣啊 今年的K線圖 它創新高 好 給各位看這樣 來看這裡 西雅圖遺傳學 創新高 這今年的圖 今年的圖 你剛看到的 不管道琼 那STAR 會成半導體 S&P500都是創新低 西雅圖遺傳學 看到 SGEN 西雅圖遺傳學 創新高 我一直用這一張 我說西雅圖遺傳學 以今天的市值 以今天的市值是300 來 來 來 沒有錯啦 304.6億美元 去梗 看到 好 那這張圖我不斷的拿起來 而且我把我們的股票 用它來比 其實不是我 我比 而是這家公司 唐康體這家公司總經理 來 我們再看一遍 其實這張我三不五十拿起來 來 3月24號 好 總經理 唐康體總經理 好 他說 我們這家公司 未來會成為世界 唐類新要的Design and House 也就是 我們就是IC設計公司的意思 好 你看到 美國西雅圖設計公司SGEN 因為掌握了 抗體腰複合體ADC的關鍵技術 然後呢 好市值達220億美元 這叫3月24號 220億美元 今天呢 今天6月24號 過了不到三個月 它增加多少 增加了 70 78 不是 82億 來看到 這220 好 84億美金 84.6億美金 它是大型股 它不是大型股 它不是那種 我們叫小型股 它是大型股 生技股 你去想 當時 當時我說3月24號 3月24號 3月24號 這檔公司的股票 股價多少錢 194 糖抗體 194 今天 今天 今天也沒還沒漲 今天184 還少10塊 194 今天是184 可是當時它講 西梗的時候是220億美元 今天 它已經來到了304.6億美元 那這糖抗體 如果按照它的股本 乘以它的股價 現在才11.4億美元 好 那我一定每次都要講前值 它理論上 它應該要33.6億美元 還沒被發現以前 就要33.6億美元 這裡 這2013 三年內可望 要登台灣最大升級期間 邀請在價值1000億 1000億也就是美金 就33.6億美元 現在才11.4億美元 那為什麼把它突然拿出來 你如果輸了就不要做了 你又要賠 如果西梗發生在它身上 你敢不賠 西梗 再看一遍 你去看我把內容都給各位看 好 他拿 就糖抗體這家公司 拿西梗來做比較 那西梗有日子的家計 最主要是ADC 藥物開發專利平台的技術優勢 那除了什麼 開發專利自家的ADC藥物以外 還跟很多家公司 包括輝瑞 跟ESK 羅斯 武田 艾伯偉等醫院合作 所以他跟他拿瘦錢金 西梗可以拿瘦錢金 因為他專利嘛 所以他可以拿瘦錢金 而且我說這一家公司 我們這一家公司就是這個 這個邏輯 我也在這裡講得很清楚嘛 就糖分值嘛 好在這裡喔 糖分值 而且也拿3529的西日財 給各位看類似這樣子 那我為什麼特別把西梗今天拿出來 因為我常常拿這一張嘛 這張叫什麼 叫輝瑞嘛 輝瑞手上有很多的錢 因為賣新冠疫苗還有口誤藥 累積大量的現金 他用116億美金去病了一家偏頭痛藥 叫生物天堂 病了這家其實也沒什麼的 病他116億美金 可是好重點來了 我告訴你現在的大藥廠 莫克藥廠並不是最大喔 莫克藥廠的市值才多少來 你看 莫克藥廠的市值以今天來講才2140億美金 好那輝瑞呢 所以輝瑞比他大喔 2610億美金 那輝瑞是做癌症的啊 莫克也做癌症啊 莫莎藥廠啊 那這一家來 注意看重點來了 這一家西梗 莫克我們莫莎東 就莫克喔 好莫克藥廠要收購西梗 所以西梗創意識新高 今年創意識新高 那你代表說 我說喔 有些東西 被買了就沒有了 癌症的ACD平台裡面 世界上沒幾家 我們糖抗體也是其中一家 而且 這個叫什麼 其後可居啦 我們這家糖抗體就代價而估 而且最主要是 你去看喔 西梗就有304億美金是我們這家糖抗體 它的市值大概28倍啦 27、8倍啦 市值呢 如果用股價來講 我說我不過都在講1000億 1000億把它乘以3 差不多500塊股價而已 如果是28倍 對喔 我有投資人常常會做夢 老師我們的股票 是不是未來有4000塊 我說你做夢嗎 股價台灣的股價 剩一股1000塊的曾經有過 如果要精華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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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誰會緊張 誰會最緊張 你們會最緊張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會最緊張 有股票的人 比沒有股票的 應該講沒有股票的 比有股票的更緊張 因為已經有 你看我電視代表說 你曾經有過這檔股票 對不對 你曾經有過這檔股票 就今天184 有看我電視的人 你會看我電視 這代表你曾經擁有這檔股票 或你現在有這檔股票 對不對 沒有的或有賣掉的人 一定很緊張 比有的還緊張 尤其這種商業上的併購 塑錢 我看沒有人知道哪一天 突然就跟你停止交易 這就是公告 對不對 我們話再收回來好了 你今年賺錢嗎 我問你這樣 你做什麼股票探錢 你今年做股票探錢 沒有啦 有沒有 沒人都賠了 賠得 浴淚淚 你看我們今年 來我們今年 這是我們今年 我都不要講年初 我們講平均好不好 用平均這個公平嘛 這條線叫平均線好不好 多空線叫平均線好不好 我请问你 今年到现在 我说你去买到200以上的 有人真的买200以上 那就是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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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的名字 那就是我就是买最高的 因为我要去跟他们店 要去跟他们店 然后去跟人家馅料 你看我买这档糖抗体 我买200多 人家一定有问题 那你 谢老师7月就开始讲 四五十块五六十块 一百块以下你为什么不买 我就不是我就不买啊 我买就买200啊 我当作公司很多 我就是要买200多啊 你怎么有好 有这种人啊 真的有这种人啊 他就是要买高啊 不过他 我相信他内心也是认同我 他说 我就是买要高 因为现在200多也没高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有一天 有一天来了 他如果跟吸梗一样 我说不用跟吸梗一样 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我们这种糖抗体 跟吸梗一样 当然莫莎药藏 莫莎药藏现在病了 病吸梗吧 对不对 莫莎药藏默克 莫克也做新冠疫苗 他病吸梗 那我说谁最紧张啊 我说有两种最紧张嘛 第一个就是没股票的人嘛 另外一个呢 辉瑞啦 辉瑞 任何一家公司被病 其实 我应该这样讲 我讲可能各位都不清楚 我问你了 一个美女 漂亮的美女 难道会只有一个人追吗 但是最后只会被一个人追走嘛 就这样子啊 所以任何一家公司 你只要专利好的 一定有很多家在谈嘛 那已经被人家抢走了啊 SICK已经被抢走了啊 那ADC平台 这个所谓糖抗体 抗体平台 做癌症的啊 没有几家啊 那我们家糖抗体 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在谈 所以我说紧张的 一定是没有股票的跟辉瑞嘛 辉瑞是什么 被莫莎药藏 莫莎药藏 莫莫莫药藏 才2000出头匹 我辉瑞有2600 多亿 我给...我是你 我等于是兜了你五六百亿的美金 你莫莫莫莫莫莫莫莽 你去病了 Beside 我就没婚了 不要赶快找一家嘛 辉瑞 辉瑞比莫莫莫更大出手的人 我为什么一直这样 我应该这么讲 除非 再看一遍 除非這個總經理 他用這個做一個標準 用一個比較 除非總經理的智商很低 對不對 除非這個總經理智商很低 他可以拿台灣很多藥廠來比 譬如東洋 或是中化 拿這些藥廠來比 他為什麼偏偏要拿西梗來比 代表他的水準有到西梗 是不是這樣子 那各位 你沒有股價你不怕嗎 304.6億美金 跟11.4億美金 而且這一天他講的時候 你注意看這一天324講的時候 當時的 唐抗體這家股價是194 當時的 西梗才多少 才220億 也就是西梗已經漲4成了 如果按照同樣的邏輯 他也應該漲4成 4成多少 要漲76塊 70塊加加多少 要270 如果是270 就應該要突破 來 如果是這樣子 就應該要突破這裡 是不是應該要突破這裡 這裡才250啊 那為什麼在這裡 我再講一遍 今年以來你的錢還在嗎 你錢有貼的嗎 這支股價在這裡 就這樣子 我請問你有改變嗎 這條線 我每天都拿這條線都不會改變 請問這條線有改變嗎 他在這裡 今天禮拜一嘛 今天大阪莫名其妙就跌下來了 他當然也跌幾塊錢啊 大阪這張跌呢 這張跌下來 而且又爆亮了 台股還沒結束啦 我常常講喔 你要憑什麼 你要用什麼 可以把你輸的要回來 你用去想 其實我想的不是 你把輸的要回來 我想的是 假設是真的 各位你會送嘛 304.6 把它除以11.4 我說不用一半就好 三分之一就好 如果是稍微機也要100億美金 100億美金對這家公司來講 如果100億美金是幾倍 股價應該多少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我把股票的代號股 你都塗掉了 他說我會你的股票 我不推薦 台股還沒跌完 我說千萬不要去搶短 任何股票緩彈 只要有人套住 人家都要跑嘛 那你輸的怎麼辦 我說找一個完全沒有 應該講說沒有人套在上面的股票嘛 好我們先看我們的股票 請問我們的股票有誰套在這上面 我就用這一段啊 對不對 這裡就算這裡也在這裡換手了啊 然後我在這裡我講得很清楚啊 我的任何一個股票沒有人賠錢 全部賺錢 我說唯一賠錢來參加 那是來參加才 賠錢以後來參加的 代表什麼 那天空的小孩嘛 買200以上來參加我會很得 一定有嘛 但是未來你還是會賺錢嘛 所以你做其他股票賠錢的 你要靠什麼要回來 我問你好了 攤平嗎 你要攤平嗎 我告訴你啊 操作股票你只要想要攤平啊 你只要想用農資的保證 讓你傾家蕩產 各位 那為什麼我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今天的啊 就昨禮拜五晚上 西根西雅圖遺傳學 創了今年新高 好 那西雅圖遺傳學 現在市值已經來到了304億美金 當時 我們這家糖抗體 總經理在講的時候 是220億美金 看到喔 西根 好 那那個3月24號 3月24號 我們的股價是194塊 今天呢 今天我們的股價還沒漲啊 184塊 還跌10塊 因為台股大盤不對嘛 194塊 好 那這裡面最重要 最重要在哪裡 我給各位看這一段 這段最重要 問題嘛 現在做抗體的 而且我們談抗體 又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對這些2000多億美元的 譬如說 墨砂藥廠2000多億美元 所以他去病西根 很簡單 西根300多億他都感病了 那輝瑞呢 那輝瑞呢 輝瑞市值是2600多億 輝瑞隨便用116億美金 就去病了一家生物天堂 這天頭痛的藥啊 所以 我說我如果是輝瑞 我看到台灣這家糖抗體公司 市值才11.4億 通常要病啊 我告訴你有時候要病 他說跟你加三成而已啊 加三成而已啊 我給你一倍也沒關係啊 我用22億跟你病啊 我再加一倍啊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們股票如果今天你被病了 你也只有一倍啊 對不對 你如果被病了也只有一倍啊 我其實我不喜歡被病 我希望收錢益金啊 收錢金啊 我希望我們的股價 來到33.6億美金的時候 再給輝瑞病啊 有時候我講的都會 一以乘蹭啊 就是突然有一天 哎呀 我們的公司 火力要給我們病了 還有100億美金 100億美金那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很多了 我們現在連10塊美金都沒有 我們現在5塊多美金 29塊 10塊美金就要290 不是嗎 我們現在才194啊 他就是用100美金跟你病 你也更嚇壞 我們也是顯得被低估啊 對不對 100塊美金你才3000多塊啊 啊 啊 死也就有了 對不對 用100塊美金來病 我們也罰不來啊 100塊美金等於是180億而已啊 等於5倍而已啊 可是 它是304億是我們20幾倍呢 還是那句話嘛 不是我笑各位啦 到今天為止啦 很多人已經輸到腳都軟了 對不對 你都輸到軟了 麻痺了 要怎樣 你繼續下去 你那時候股票再爆啊 你要去攤平啊 不過有時候想一想哦 啊你也輸完的好了啊 輸完賣藝啊 也是漏得輕鬆嘛 對不對 你輸完 漏得什麼 你就輸完了 就一個解脫嘛 啊如果你想方本的 不要忘記 你去想像吸梗就好了 我說吸梗 來 莫莎去病他 那做抗體的 輝瑞會不會來病台灣這一家 這才是重點 如果會咧 你的三代都會把你的照片掛在牆壁上 打電話參加會 連同一個時間再會